下車和支持者全碰全打招呼 賴清德帶著要選縣長的黃秀芳 直奔彰化北斗電安宮 熟能熟路靜廟內參拜 參拜後送上匾兒再度現身合體 黃秀芳的這一幕 這已經是賴清德十六天內 第三度到彰化來 而且這回三個站點中 有兩處在北斗與蒲昕 讓出身北章的黃秀芳 更貼近融入南彰化 副總統兩週內三度來訪 先前預告會再造電安宮 聽得廟芳主委笑得何不容嘴 不只彰化賴清德 平平下鄉到中部 分別在九月十七號 二十五號兩天到彰化 助攻黃秀芳 十月一號跑南投草屯單點 輔選蔡培會 二號行程開跑 下午再衝南彰化 兩週三度拜訪彰化 入夜後更挺進海線 參加蔡提昌 奏事成河 密集回防的程度 讓選戰頗有決戰中臺灣的氣氛 賴清德帶著十八歲 公民權的議題 加上輔選各地候選人 搭搭助攻強度與頻率 不僅Hold住了二零二 決戰中臺灣的氣勢 也像是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提前暖身 三星友 許淑偉 吳總者 謝雲珍 彰化 採訪報導 M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